凯文斯丁和罗珍锡都来自美国 在湖南师范大学热卖教 今天上午他们早早地来到地铁站 等待长沙地铁的体验之旅 凯文斯丁来湖南长沙 热卖教还只有八个月 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 得知长沙地铁即将开通 特意带着儿子女儿一起试乘长沙地铁 去过很多国家和城市的凯文 体验过许多国家的地铁 长沙地铁给了他不一样的体验 其实我在台湾做几天过 然后觉得这边真的很高级的 很好的 今年67岁的皇后斌 现在是旧金山湖南同乡会会长 在北京读书 工作后移居美国从事IT行业二十多年 他是一个地道的长沙阿子 我现在本人是已经回来了 就是说两边跑嘛 我特别喜欢这个互相文化 因为我本人就是长沙人 虽然讲普通话 我是小屋门出身的 皇后斌说长沙地铁标识清楚 设施齐全 以后打算回长沙定居 来自德国的麦吉女士 在试城后给出了自己的信用 长沙地铁的建设得到了长沙的外国友人 瞧解人士和港澳同胞的关注和支持 多名外国专家 参与了地铁中英文标识审核等工作 通过这次体验 进一步检验了长沙地铁的国际化水平 轨道集团也将采纳相关的体验意见进行改造 记者罗浩刘思讯报道